好了 最近很多朋友都问我 他的自己的买菜车 私家车想下赛道 那么最应该要注意的或者最应该要改装的会有哪些方面呢 重点是他们都是资源有限 钱有限的 那么哪些地方是必须要改或者高性价比就可以改到能下赛道的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建议 首先如果你要下赛道能跑完一截的话呢 最重要改的是什么呢 刹车系统 那在刹车系统里面呢 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第一环我觉得必须要改的 就是这个刹车的散热通风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高维斯的赛车 它的这条红色的管呢 其实是从车头那个包围的入风口 借入这个风 撞风的入风口进来 一直来到刹车的鲍鱼旁边 刹车的卡钳旁边吧 那么还有一个小细节呢 它就是通风管进了刹车卡钳的桥马之后呢 还会有一个小盘 就是捂住风务必呢 就是让风在刹车盘的内部散开 而不是说隔着那么远就直接吹着鲍鱼 那也有一点帮助 但帮助呢 就没有这么明显 这样做的话呢 会让你整个刹车的通风的系统呢 散热会特别明显 效果会特别好 那么如果你没有那么高条件的话呢 你只能做到这一节 吹着刹车的卡钳的话呢 也有一定的帮助 当然了 如果像高维斯车队这么做的话呢 那肯定是最好的 这条管其实费用不大 几十块随便在五金店也能买得到 贵就贵在呢 你自己要加工了 你自己用纯手工来加工它的弯曲 它的曲度 记住一点就是装了轮胎之后 不要让轮胎刮到管子 尤其是轮胎在转向打死方向的时候 不要刮到这个通风的管子 如果你觉得费用还能承受加多一点的话呢 那当然我建议最好是用高性能的刹车皮 大概是一到两千块左右的高性能的刹车皮 这样呢 会帮你在整节练习跑下来之后呢 那个热衰退 那个脚感 我们说的脚感能降到最低 就是从你第一分钟上去踩第一甲刹车 跟你回来踩最后一甲刹车 那个脚感是没有变化的话呢 就证明你的刹车皮也好 你的刹车通风也做得很好 那如果你的预算能达到一万来 甚至是两万块钱的话呢 那就把刹车的卡钱 我们也叫刹车鲍鱼 然后还有刹车的盘 这个盘记着不是一体的盘 是分体的 分体的 把盘也改掉 把刹车的鲍鱼也改掉 然后呢 把刹车的油管也改掉 因为我们原厂车的刹车油管呢 是用橡胶的 那么它在高温的情况下呢 多少会有点膨胀的变化 如果你把它改成钢喉的话呢 它的热胀冷缩就会最小 那么也会在最安全让刹车油在里面通过 因为它耐高温 也比橡胶的要强嘛 那所以说 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呢 就刹车别 刹车的卡钱 还有刹车的油管都改掉 这里大概是一万五左右吧 如果有朋友说 我把这一万来块钱都省了 我用这一万来块钱来改装一下避震可不可以呢 其实是可以的 原装的刹车卡钱呢 尤其是现在近几年的汽车工业发展都非常好 那么原装的刹车的系统呢 其实也能挺得住一节练习 最重要的还是这条管 如果你的刹车的散热通风管是做得好的话呢 那正常在原装状态下的刹车系统呢 也能挺得住一节 那么只要你把刹车片换了 然后把那个刹车通风做好了 那就OK了 顶多你的刹车点是比改装完的要推迟一点 就打比方 我现在这一套刹车系统能允许我的车子在一百米 刹车也能刹得住进去这个弯道 那么你原装的刹车系统 经过这个三个通风之后 你可能需要一百二十米甚至一百三十米才能刹停 但是起码你也能刹得住 只是刹车距离呢 稍微长了一点 那么你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干什么呢 这就是我第二点要推荐的 就是改装这个避震器 避震器呢 它除了能够让车子好看 很多网友都说一滴遮三丑嘛 它能降低你的车辆的重心之外呢 它其实对你整个车在弯道之中的那个支撑力 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同一个牌子的避震器 它其实也有很多的型号吧 让消费者去选择的 比如说舒适型 街道型 竞技型 又或者是纯赛道型 这些都可供你的选择 最直观来说嘛 赛道的避震就越接近纯赛道的避震 它的所谓的调教就越硬 尤其是日本跟台湾的避震器 你可以这么理解 因为它的那个避震的行程幅度很短 因为我们在场地赛没有很多颠簸路面 所以它的行程做的相对比较短 那它宁愿做的比较硬一点 让你的车子的支撑力度足够一点 所以说呢 如果你要兼具日常去买菜 还要兼具一下下赛道的话呢 就建议你可以选购一些街道版 或者是竞技版一点点的那些避震就好了 纯赛道版的避震呢 如果你日常驾驶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它比较难受 开起来会比较难受 那么同样是一万来块钱 那你可以选择改装这个刹车的系统 也可以改装那个避震的系统 当然如果你预算够的话呢 这两样都改到极致 那是最好的 希望我以上的分享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那么如果你们对刹车的 赛车的零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还有什么需要拿出来讨论的 欢迎在留言区给我继续留言 谢谢